RICK 帶我們來看看 KIA的COLORVER 為什麼在台灣 角出這麼亮眼的成績 可以說是在七言座MPV 家庭使用上面 他應該算是 這個銷售的霸主 對不對 那消費者喜歡他的地方 是在哪裡 首先看到一個 他在一個前臉的部分 他這個大型的水箱護罩 是一種鍍鉻的四方形 一顆一顆點綴起來的 看起來其實是非常有質感 然後新式的這種 虎式的水箱護罩 其實是棒大的 大家可以看到 包含了一些鍍鉻的材質 還有一些異材質的結合 其實都會讓這個整個車頭 看起來是相當的霸氣 當然他其實 他的一個車身長度5米1 然後他的車身寬度 也超過1米9 所以其實他原本就是一個比較方正的外型之外 同時他還代表了一些融入一些俐落的元素 比如他的這個頭燈的部分 他這個是三維科技的這個LED的投射燈組 因為他LED是用投射 所以他科技性其實是比較高的 配備也是比較好的 然後像這樣子不規則這個日行燈 我們現在看起來是這樣 那打方向燈的時候這一條就會亮成黃色 這樣辨識度很高 辨識度其實是非常高 對不對 對 好然後再來我們可以看一下車側的部分 會有發現其實像這樣的車 一定要有一個比較大一點的鋁圈 看起來好像跟這個車型比起來 會比較匹配一點點 對啊 因為他車身尺碼大 如果你配個小鋁圈 總會覺得好像穿小鞋那種感覺 對 其實像這樣 我們今天棚內這一部是7人的頂級的車款 所以他配備的是19寸的這種雙色切削的鋁圈 5米1 超過5米1的這個車長 他也延伸到了整個車側來 怪你可以看到 其實他這樣是懸浮式的這個車頂 其實看起來是比較有點像是那種 我對我相信有點像遊艇的概念 是是是 因為A柱B柱什麼都是屬於黑色的 對 所以這看起來 其實他還是有把該有的流線的造型元素 搭配這個俐落的線條 這種間線 從前面車頭那邊 一路的貫穿到這個車尾來 然後這邊的下面 其實也有這個霧營的飾板 對 除了霧營的飾板之外 他還有一些鍍鉻 妝點 他就不會讓整個車身的側面 看起來太厚重的感覺 沒有錯 像我們這樣接觸到 這樣子的正氣人座的MPV 我們一定要看一下內裝的空間 對 後座空間很重要 以往我們都是這樣開門的 對 它拉一下基本上就會打開 對不對 其實它可以不用這樣拉 不用那麼用力是不是 它其實可以不用拉 你用按按鍵的就可以了 它這邊有個按鍵 對 就更優雅的 對不對 因為小朋友也不需要拉 他只要自己上車的時候 他就只要按這個按鈕 因為他不需要施太大的力氣 你看靜靜也按的小朋友也可以操作 但其實我們上下車的時候 還是大人在旁邊幫他去 你國小生就自己來 對 幫他去按會比較好 我們現在這個 因為是頂級的騎乘座的車型 它有配備後座兩個獨立的Ultimate座椅 它畢竟有一些真皮的材質的配置 還有很好的女王模式的功能 真的 是 我們請讓你來去上車體驗一下 我幫大家上車感受一下 首先要進去的時候 它就有一個門 就是這個扶手 不論是小孩或者是大人的話 都可以用這個扶手 稍微扶一下 然後你就可以進來了 其實這個扶手是很多 這種MPV的車主們 在後座的時候很喜歡的設計 進來空間真好 好棒喔 這個Ultimate座椅 孝輕椅 孝輕椅 是 那它除了一個包含電動椅背調整之外 它其實還有前後左右的調整機能 它可以左右滑 為什麼要往這邊滑 大家一點很好奇 因為它可以空出一個中央走道 你可以走到第三排 是比較方便的 但如果我要使用女王座椅 我就要滑到中間 對 你要滑到中間 對 滑到中間 然後我再往後一點點 然後這邊在右手邊的部分 就會有按鍵 可以直接把它hold住 大概hold住個一秒鐘 大家看喔 我其實是直接按一下而已 直接讓後座人可以直接這樣平躺 像休息模式一樣 休息模式來了 對 然後甚至於我的腿拖 我可以自己來手動調整 對 像這邊的腿拖就可以自己可以調整 而且是電動的喔 對 這樣子很舒服耶 當然這樣子的話 就會讓我們長途的乘坐起來 後座的不管是長輩啊 甚至小朋友 他可以真的是在玩了一天的一個旅途之外呢 對 玩得很盡興 回程的時候就可以好好的在後座休息 女王模式要恢復的時候呢 他一樣有個按鍵 對 但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手都沒有在動喔 對 他就自動恢復了 對 同時他腿拖也會鬆回來 對 對長輩來說 他可能搞不懂這個什麼電動椅怎麼調 他就只要按一個按鍵 你就躺下去 按一個按鍵 然後就回來了 對 所以操作我覺得還算是 是很方便的 對 很方便的啊 是 這個超棒的 然後稍微示範一下啦 你看 小朋友要坐到第三排啊 從中間這樣子 往後 對 很方便對不對 對 是 因為兩邊的這個座椅 特別的往左右靠之後 他中間的走道其實是空出來的 中間走道非常大 我坐到第三排 或者是直接要再出來的時候 對 我覺得有這個中央扶手 真的太棒了 中央走道也太棒了 是 而且像 因為KOLIMO車型 他還有其他的一個 比如說經典啦 然後豪華啦 然後尊貴七人座的這個車型 他其實就會有這個可以 第二排的座椅 可以進行拆卸的動作 對 那這拆卸的動作就可以 比如說我可能要把它拆下來 然後反轉 變成可能車內 可能會有會議模式 或者是客廳模式 對 就是可以進行這樣的一個設定 比如說八人座 或者是七人座的話 對 他可能就是 還有那種照顧寶寶的模式 對不對 八人座 中間那個椅子還可以往後轉 對 對不對 所以可以拆卸下來 是 假設你有搭配 奧特曼這個座椅的話 可能就沒有這個拆卸的模式 當然 因為他那麼多的電動機構 你沒辦法拆下來的 對 是不是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二三排看過了 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最後車尾的地方 後座的空間 因為畢竟像這種中大型尺碼的MPV 它的空間利用度也是非常好的 那所謂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外觀部分 它還是用這個 它的這種貫穿式的尾燈去呼應 跟前面的LED的運行燈很像 很像 對 怎麼三圍式的 等於說它是一個有點像是漸進式的這種感覺 讓你在不管在煞車 或者是在夜間行駛的時候 這辨識度是好的 然後呢 下保管這邊呢 其實它也用這種鍍鉻的材質去點綴 所以你會覺得它真的不像一般的MPV 對啊 對 就因為外型也比較帥啦 所以爸爸開起來也比較開心 就不會覺得說我是司機 是吧 沒錯 然後其實它還有貼心的設計 譬如說你鑰匙放在車上的時候呢 你只要靠近車子的話呢 它就會自動幫車子解鎖 你只要靠近到後門的話呢 它就會自動幫你的後門給打開 懂了 譬如說我抱著小朋友 因為他睡著了 這時候 其實我腳都不用伸 我只要靠近他 門就幫我打開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是 對 而且車內都可以進行一些設定 你要開關 都是隨著車主進行一個設定 那它的電動尾門也是一樣 對 也是一樣 其實光是這樣子的第三排 是有立起來裝裝之下呢 它就有627公升的空間 你看喔 這個很深 超級深 所以真的 只要家庭成員 不管是2加2 或者是2加3的這樣的家庭成員 你要放兩天一夜的這種行李 是絕對夠用 對 那假設家裡面的成員沒有這麼多 比如說我可能真的是想要後面 就做兩個小朋友 或做兩個長輩的話呢 它第三排還是可以進行一個收折 你要開這樣的車帶家人錄影也可以 因為它後面有一個這個12V 然後又有空間 你身邊會帶一個行動冰箱 你就可以插電 對不對 食物飲料都可以放 那如果現在我想要把置物空間給擴充的話呢 其實也很簡單 它這邊中央都有後面的椅背裝的拉柄 你把它拉起來 稍微往後一下 會很吃力嗎 不會 其實就一隻手其實也可以做得到 喔 這樣就它就平整化了對不對 嗯 一樣這邊旁邊再拉一下 對 先把它往後拉 嗯 然後再把它壓下去 這樣子它就是一個平整化的空間 對 這個要稍微再壓一下 讓它就可以卡住了 對 它這邊其實這邊就可以卡住了 然後它的收納其實就做得非常好 很平整對不對 你的第二排的後座的 還可以再往後進行一個移動 就會讓後座的空間看起來更大 欸 我感覺是好像可以放腳踏車 呃 可能摺疊式腳踏車 可能可以 對對對 或者是開個前輪 就是它可以進去 只要高度進的去的話就可以 是 像這樣的空間的話 就可以擴充到將近快一千七百公升這麼多 喔一千七喔 將近快一千七喔 一樣我們回來的時候也是非常簡單 還是用拉這個拉筆 拉起來之後是因為我往前推一下 然後你直接拉這個 這個拉筆把它拉起來 你放開它就固定了 嗯 放開它就固定了 所以其實它的操作起來 其實不管是男生女生在操作 其實你都不會覺得它很難 很卡這樣 我懂了 就是其實你只要操作一次 你大概就知道它怎麼樣用了 對不對 因為它主要也要希望說 這個家庭來使用的車款 要夠方便 甚至於我覺得這台車 如果說你是選擇這種七人座的 前面有兩張automate的話 還蠻適合商用的 其實也蠻適合商用的 比如說老闆 他移動的時候 我接待客戶等等 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它就也還蠻豪華的 是啊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集聚 剛剛小月也介紹的一個非常清楚 不管它的動力的規格 然後剛剛我們看到的一個外觀的設計 是後座這個空間座椅的變化 然後在同期劇裡面 它的一個競爭力真的是非常非常高 也難怪市場這麼買單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